邀約社區民眾參與育佛 慈敵志工穿梭在大維閒靜街市廣場附近 皆有潘先生提早來到現場 第一次參與育佛的他 最期待的就是身體健康 來得來這麼大群人都很無縮 大家都很尊重我 我佛就很怕 現在很陰賴於拔 真的自己的心向 最重要是自己身體毛病不要那麼多 周女士一家四口住在馬鞍山 平時的她既要照顧中風的丈夫 又得接送智能障礙的小兒子上下學 這一天她也想透過育佛 有個心靈沉澱的機會 以前女人現在怎樣 我會有很多人 現在可以走得走得 很多人幫我扶持我 不幸我都來多一些情勢 我個人偏鬆一點 這場育佛選在郊區舉辦 三百多位民眾前來 也拉近了靈禮關係 從來都沒有試過 在這個村裡可以有個工程大 可以用佛 那我都祈求我家人 一家人都是身體健康 永遠都很幸福快樂的 人都學習得到 還有 人都學習得到合謀 協助的精神 付出謀所投資 社區民眾的踴躍參與 讓志工面對來年更有信心 大家新聞 這次美志工朱鳳林 盧智德 香港報導